对于加州脱衣舞女郎艾普尔·海兹来说 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的意外冲击 夺走的不仅仅是她热爱的工作和工作给她的经济自由 海兹的工作可能会在今年恢复 但是距离会有多近仍然有待观察 随着美国大约3821家脱衣舞俱乐部重新开张 从事脱衣舞工作的年轻女性正面临着转型 根据研究 该行业的收入预计在2020年下降17.4% 预计今年将再下降1.5% 在加州 许多脱衣舞俱乐部仍然关门歇业 而重新开张的少数俱乐部的顾客越来越少 这让脱衣舞女们无论是在经济上 还是精神上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一些城市开始允许俱乐部重新开业 比如在旧金山 提供食物的脱衣舞俱乐部可以重新开业 但是脱衣舞女和顾客必须佩戴口罩 演出仅限于舞台舞蹈 与顾客没有身体接触 大腿舞和私人贵宾室仍然被禁止 而这些是脱衣舞女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大流行期间 根据舞者和俱乐部老板表示 在抗击新冠病毒措施较强的州 脱衣舞女迁徙到了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等 措施较宽松的州 估计有将近60%的舞蹈演员离开了加州 去别处找工作 一些脱衣舞女在俱乐部关闭之后 转向了在线工作 海资在网站OnlyFans上的第一个月赚了400美元 远远低于他在酒吧每晚700美元的收入 很快在线客户开始要求更激烈的内容 而不愿意为此付费 除了在线性工作 作为一个前脱衣舞女郎的收入选择 是令人生畏的 一些舞者耗尽了存款 靠失业金维持生计 他们已经踏入了办公室工作 和最低工资的岗位 而其他人则试图利用自己的舞蹈技能 在俱乐部之外找到乐趣和收入 脱衣舞女和脱衣舞俱乐部的老板们都希望 一旦限制完全解除 这个行业的顾客将会大幅增加 在美国的其他州 比如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 性工作的限制已经被取消 但是性工作行业的生意却有了巨大的增长 许多舞者已经看到了公众准备狂欢的迹象 我想我认为我们혀将生存在 一个世界中的游戏 里面没有空间 许多游戏蜿的地转 流暂的空间 或座院选拥再生存在 没有空间 的员 我们只能治愈 我们还没有 有什么情况 以此 我都不认为 我认为 这么一人 where that doesn't exist